就在DICE王小飞抵达上海的同一天 名嘴李靖也来到了上海 出席某品牌代言活动 虽然身兼主持人 媒体集团CEO等多成身份 但繁忙的工作并没有让李靖丧失童心 据李靖透露 他每每去学校靠望女儿 都会变身孩子王 和女儿的小伙伴们达成一片 我每次会选择奇装异服过去 都是基本上可以跟这个少儿频道的 就是你们舞台上那种 这儿有个球啊那儿有个角 我想去了以后他们就抓我 结果然后我们就困在一页 有抓我头困的有揪我衣服的 就听我女儿说别抓我妈妈 因为我其实内心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长大 而且我觉得特别开心 虽然玩闹是没大没小 但一谈起女儿的教育问题 李靖有瞬间从慈母变成了颜味 从小到大被挨骂的都是因为礼貌的问题 她的爸爸要求她看着人要看着眼睛 老师上完课要送到门口90度鞠躬 但是呢在很多地方我们是放羊的 比如说她有她的权利 然后她的门要敲门 家长 然后跟她说好的事情不能改变 所以我们很注重这些 对 好